世界局势瞬息万变 平衡被打破 格局再重塑 大国针锋相对 纯枪舌战 军备竞赛战火一触即发 唯有静观其变 才能不遇其乱 静爷军机处 张静为您扫清迷雾 解盘市局变化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在每个周五来关注到静爷军机处 不过今天的节目稍微有一点点特别 因为对于新西兰来说 我们是公共假期 所以今天会在前一天来进行预制 也给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多了很多猜想的一些空间 毕竟很多的大事是正在发生 以及在酝酿着他的公事之中 4月份有很多的大事发生 看点很多 包括4月5号这一天 马克龙冯德莱恩是访问中国 4月5号的这一天 蔡英文在过境外交之中 也是见到了麦卡锡 3号的时候还有另外的一件事 这个是涉及到南海 包括菲律宾也是公布了 新增加的4个EDCA的地点 请注意确实是地点这样的用词 使得美国的触手 可以更多的离台海南海更进一步 这喜得这两个地方 再一次的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一时之间 这个地方戒备了 那个地方紧张了 巡航全都出去了 各大系统也都发生了 谁在期待着一场热战呢 同时4月份 承接着3月份 短短几个几天 72小时之中 我们看到全球的去美原化的战线 似乎在悄然的生成 这美元化最终会露死水手 真的是人民币吗 还是我们会迎来一个多赢局面的出现呢 俄乌的战争 这自然是牵动着人心 送军备送军粮战争债等等 那这是不是一个债务陷阱呢 我们今天也会来一起讨论啊 这战争债是不是迟早要报 乌克兰是不是这辈子都还不上钱了呢 来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张静老师 张静老师好 吴老师好 各位啊 这个就是这个纽西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这边 因为这个节目是录播 到时候您都在过节 我在这边啊 复活节是一个蛮这个就是 在西方啊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节日 当然他有他宗教的意味 但是呢这个复活节呢 也有很多小孩的活动 我也希望您的子弟啊 今天啊到草地上去找蛋的时候 也能够很顺利的找到 但是总而言之今天啊 这个世事啊多变化 我想大家首先会关心的最重要的议题啊 就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中国大陆外交情势的发展 以及啊在这边啊搭配到就是说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啊 他过境啊美国以及这些外交的发展 那我想啊 世事啊这个是多条啊路线在发展 但是有很多政治的评论家跟军事的观察家讲说 这个因为啊彭德莱恩呢 或者说是这个马克宏去访问中国大陆 所以这时候啊 这个蔡英文呢 这个就是说过境 然后见到麦卡锡相对的冲击啊 会降低我想这里头犯了几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就是说不应该讲出错误啊 就是说有些自以为是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呃 彭德莱恩或者说是这个马克宏去出访啊 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 不可能跟这边啊 就是过境啊需要协调 大家啊各交各的朋友 然后各有各的只是臭脚放在一起 那再假如呢 这个中国大陆要对这个事情 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事实上呢也是会单独考量 他不会说 就不会说特别的讲说是这个就 因为这个叫冯德莱恩或者马克宏的这个艰难来访问 所以呢我要特别要去降低或怎么样 我在想就是这个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啊 这个大国强权之间外交啊 他真正来讲的话是采取了很多的约制的行为 意思约制的行为有两种 一种就是让你啊这个不要去做什么事情 一种让你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啊这个国际政治上啊 另外一个叫就是迫使你做什么事情 嗯 那我想啊就是说这个 这个基本上来讲 利用过境啊来做一些外交 这是啊这个我们在这边 台湾啊去要面对整个市局的变化 以及北京来的压力啊必然都是做的 无论是蓝是绿都会去做 只是说这个蓝跟绿呢 这个中国大陆呢 就是说在取舍的标准跟反应的程度上 这个基本上有很大的啊不同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台湾有很多人啊 就是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接受 尤其是独派人不愿意接受 但是基本上来讲 有一些啊知识分子啊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你今天必须搞定北京啊 你才能要去在国际上啊搞到这个空间 因为啊就这个马政府那八年之中 没有一个就是说希望两岸之间啊 要外交修逼 我认为啊中国大陆啊 这个就是大陆的那边的啊 这个乡亲朋友跟台湾的乡亲朋友 基本上来讲我们与其把钱啊 扎在啊说是金钱外交去拼偿 对不对 无你自己留下 哎有钱自己攒着自己用不好 大家弄在那边去拼偿 那当然呢两岸之间相互指控啊 金钱外交也是行事啊 过去可能三四十年都是指控啊 今天外交假如今天就金钱外交而言的话 大陆的底是明显比台湾的厚 台湾呢他经济发展领先啊 中国大陆的这个好一段日子 那时候砸得起银子砸得起钱 但是疾病是这样的话 我想最主要的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整个 就是国际社会情势变化的端点 一个是1971年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联合国上面是一次的意味 另外一个就是1979年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啊 转向去啊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承认了北京 然后呢这边一脚把台北踢开 所以在这两个之中我们讲说都有所谓的断交潮 那就是像蔡英文过去啊 这个就是这个执政这个叫做六个七年以来啊 有这个一下断掉九个 那个说是断交潮呢也不算是断交潮 说不是断交潮呢他确实也是个断交潮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一个是联合国的歧视 另外一个是美国维持的外交关系 这两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重要指标 这个事情啊确实啊造成了断交潮是可以理解 那现在为什么就是说已经原来是二十几个了 对不对22个然后现在啊你断掉 断掉九个剩13个那你这个潮断交潮是怎么来 我想这样讲就是说这个过去啊 几年我们在维系这个两岸之间做外交战 这个是实在的事实 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的政治矛盾 仍然就是没有解决 所以呢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 自然外交战就会啊这个大打出手 两岸关系啊能够稳得住的时候呢 外交战自然就能降温 所以马特邦的8年之中 外交战啊这个说外交修兵去降温 即使有个甘比亚要转向北京 这个也是啊 这个就是说北京也要忍得住 等到马离开啊位置之后 他再去啊这个接受甘比亚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说马政府的这个8年之中 他失掉一个也可以说他失掉零个 就是说在这个情绪之下 就是说他失掉的缘故不是北京去争取 明白 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要在国际之中有空间 你必然啊要去搞定啊北京 假如说你跟北京要采取冲突的路线 那只会啊这个就是说未见的能够走出那么如意 但是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 呃这里面牵涉到几个这个讲话 讲出来比较难听的层面 一个就是说 我们人呢都喜欢去凑那个高大上 你知道 因为呢我们确实啊现在我们要维系啊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政治体制啊 这个主权的意味 你一定要这个有这个就是说 为了所谓的这个叫做国际空间的生存啊 你一定要维持邦交国 嗯 但在蔡英文呢这个就是过去啊 执政的七年之中 台湾整个外交形势啊 跟那思维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他花了很多功夫啊 也砸了很多银子啊去啊欧洲去啊 比如说拉立陶宛捷克很多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讲的比较难听一点啊 就是在台湾啊这边啊有很多人 尤其是这个台独的支持者 基本上来讲啊 就是这个打心眼里啊 看不起这些穷朋友小朋友跟黑朋友 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讲说 这个尤其我们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 国父中山先生有讲说所谓的 这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以平等 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主 外言之也就是说 你今天啊在国际上交朋友 你不能说贤贫爱富 看人家啊 就是说不是高大上 要嫌人家穷 嫌人家小 对不对 问题是你现在就是说 你垫垫自己的金粮嘛 对不对 愿意跟你去交朋友的 维持外交关系 他就要牺牲往北京的关系 所以两相比较之中 你能交到的朋友也都是有 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有很多像海地 内部的政局动乱 或者说经常因为政局的更迭 这也是无情的事实 那今天现在我们前一段日子在这个 就是说蔡英文这个就是出访 到贝里斯跟这个瓜地马拉之前呢 这个断交调的宏都拉斯 其实应该给我们说自己上了一课 所以你可以到立陶宛去撒下12亿美元的银子 这啥个都没有 但是你去洪都拉斯跟你开口要25亿的时候 你又要左拖右拖 那个是人家拿正式的外交的文书来送给你 然后就是希望跟你开口要这个钱 他并没有在那个就外交的截略讲 就说你不给钱我就跟你断交 而且最重要是 这宏都拉斯跟我们建立的关系 是远在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在大陆是我们当家的时候 就已经建立了 你今天去把它 人家不是摇摇摆摆 人家是一路走来 人家并没有离我们而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说处理那个外交截略啊 让人扣了很多天 这个基本上来讲 就是让人看破手脚 为什么呢 人家跟你要求是真的 对不对 那问题你要去要存心 去欧洲那个交的那些朋友 人家也是跟你私事大开口去要钱 所以我们的外交策略呢 这个蒋南第一年呢 我都认为是我有那个 那个态度 就是说基本上觉得跟欧洲人呢 在交朋友站起来 好像把自己的身价也抬了 其实这是非常虚幻的 你知道而且很糟糕 而且你觉得在整个断交的问题上 真的就是因为这一笔款项的问题吗 它只是一个导航所 我觉得这个是你没有真正的善待 而且做好 而且不可能说是如晴天逼地嘛 人家跟你开口要25亿美元 对不起啊 你把那个换成钞票都给你 要好几个卡车来做 这可以找 对人家之前不是跟你没有打过招呼 只是他的心 心眼中是不在乎 这个样子啊 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啊 就是说从过境的两段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洛杉矶 你天天在那个追求 希望人家来啊 对待你 然后好像把自己这样去拍 可是我们今天分析这些啊 结构面上的东西 就是说 欧洲你无论我砸多少银子 立陶宛跟啊 这个就是波兰捷克 甚至这个就是讲的难听一点 乌克兰 人家不可能啊 就会转头来承认 说今天跟北京断掉来承认我们啊 对不对 因为你在试试看 你这样去大傻逼 你能够获得什么东西 而且有很多东西又贴钱 又是热脸贴冷地步 尤其像俄乌战争啊 就是开始 2014年的时候 在台湾整个社会 没有人关心啊 就克里米亚北战 没有人啊 这个就是说关心 那边啊 乌克兰到底啊 这变化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最坚守一个中国 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连要让我们去设个办公室 他都不肯 相对起来 那个俄罗斯还愿意 我们在那边设个代表处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学生呢 也到俄罗斯那边去念书 那同样的 我们跟俄罗斯往来贸易啊 俄罗斯有很多像巧克力啊 冰激凌啊 在台湾都卖得很好 那同样的呢 白俄罗斯对我们也很不友善 所以我们在俄罗斯 挤破了头 也没办法去设个办公室 所以相较起来呢 我们呢就是说 这个对乌克兰是热脸军贴冷蔽 可是呢 去年的2月24号 这个就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全台湾社会啊 都非常的疯狂 一面的去挺乌克兰 然后也坐任了乌克兰在那边啊 就是情绪勒索 所以好像我们这个 我们跟这个俄罗斯有做这个生意 卖这个电脑啊 什么来来往往 对不对 我们也跟他买这个天然气 对不对 弄了好像我们天然气也不能买 有什么 那个对不起 这是我们的利益啊 这是我们国家利益嘛 对不对 我们去跟他买 对不对 那你去看看那个乌克兰 敢不敢去批评啊 说是这个大陆去 向他啊 继续买天然气 敢不敢去对印度啊 讲了坑一个话 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今天啊 好像就不敢去开罪乌克兰 嗯 讲穿了一件事就是因为美国他要挺乌克兰 嗯 萨斯之间台湾啊 整个社会好像都关心起乌克兰 情感都投射在那个上面 嗯 其实这些全都是在操纵啊 这些情绪 嗯 事实上乌克兰你就要回头 今天我们要认真去算一下这几账 像当年瓦梁格要是不从乌克兰 被拖到啊 这个大陆 那辽尼舰怎么来的 没有辽尼舰 又有山东舰 对不对 苏凯27还有呢 这个就是大陆解放军海军啊 这个训练那个就是说在落箭 不都是乌克兰一手交汇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讲到乌克兰在对大陆好 然后可能会威胁到我们 尤其是军事的威胁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讲话 明白 所以也就是说台湾的这边的人啊 没有自主判断的能力 嗯 所以在那边一面倒向乌克兰 就热脸天冷屁股到现在 出钱出力 甚至有些人还去当傭兵战死在那边 到现在为止乌克兰有没有让啊 我们这边台北过去设个冲 设个代表处 当然是没有 而且呢更啊就是讲的更难听一点 乌克兰现在啊 这个眼巴巴的就在那边呼唤北京 对不对 当然假话还是啊不是很靠谱 但是呢他啊眼巴巴的一句话都不敢开嘴北京 那我现在就回头问 我们台北这样热烈去贴冷屁股 是所谓何来 那江老师您这个意思就是押保不准 眼光不好 那您觉得一直心心念念的就看准的这个美国 在这一次的过境访问之中 前面在您对新闻的观察里面 呃我的感受是一直希望尽量低调的或者拉低整个的规格 把一些呃这个公众的公开的活动称之为私人的 包括出访变成了私人的 包括在接待的这个规格之上见的人之上 那您认为啊在里根图书馆这一次和麦卡锡的会晤 是不是属于麦卡锡和民主党之间 真的是两党之间没有办法去完全控制麦卡锡的一些形势作风 又或者和现在特朗普的这个事件 共和党所面临的处境有一些关联呢 我想啊这个无论是什么缘故 是今天这整个事情是麦卡锡的主导 而不是大家有平等的地位 通知即可审核到底谁能来 这些啊是根本我们这边不能主导 那假如今天过境两边希望能够平起平坐 那也这个当然是过境 到那边完全这个东西你究竟是谁变成谁的演员 嗯啊这个是要把讲清楚嘛对不对 两边都是这个能碰到 所以我就讲说今天很多事情啊要事先啊去这个 就是说去思考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没有什么联合声明 就是啊大家啊这个相互在业支持 所以呢就是说整个绿营的操作 所有一讲出来这个先是讲是出访美国 立刻被啊然后抓到过境 这个在台湾是第一个讲说这是过境 你知道我觉得啊美国白宫的国安会的那个发言人 一定是我的好朋友他听到我讲他第二天就抓住了 这些讲话的点也好 不是这个 这个声明啊不能去乱发 你说你跟哪个咖哪个咖能不能发声明 你要讲就对的 你跟他的就是麦卡锡你根本就不是啊 对的 而且呢 这个外交假如是行政跟行政那是官司行为 假如他是他的国位跟你这个又不是行为 就是今天啊怎么样这两者啊 你说是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 对不起联合声明不是在一个房间同时讲话 你各说各话 你讲一段话 我来自个达词 这不叫做联合声明 所谓联合声明是同一张纸上两个人都要签名啊 明白 我 那么对于麦卡锡之后说 听我听我把话讲完 好 我们已经要搞过这么一次飞机了 我们呢就是说那个当时我们陈时中啊 在搞那个就是说这个防疫的时候 美国的卫生部长那时候在川普世纪来 说两个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你回头去看看那个联合声明 那个联合声明所有讲的我 我的主体什么讲的东西 全部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 然后呢 那个陈时中上去这个凑热闹去签个名 说是联合声明 哪有什么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要两边都是同样的 而且一定是一事两份 那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问的这个声明之中 有没有中文版本 我们只要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吧 这有没有中文版本吗 对不对 肖美琴啊 在那边也讲说 去跟美国签了一个相对的备案录 对不对 然后说跟那个海巡合作如何 还大张旗鼓的在AIT的总部出来 跟那个蓝印在一起 就你去看看有没有中文的版本 对不对 然后呢 去看那上面有没有两方的签名 所以你今天要联合声明 必然是中英文两者的版本 两者同样有效 而且两边都要签名 那不是说在那嘩啦嘴上讲完了 口头联合声明 没有这回事啊 那个所谓的联合的两字 就是两边要画鸭嘛 而且没有说只有一方的文字 我们这个绿营辞政啊 已经丢脸啊 善权辱国到你啊 不可以想象的地步 陈时中跟美国的卫生部长啊 来签的那一次 只有英文没有中文啊 海巡合作的备忘录啊 或者说是一个意象书之中 也只有英文没有中文 这叫做什么个联合声明 所以你今天要听啊 他们没有做新闻 或者说政治操作的鬼话 那你就请把那个联合声明啊 那个中文版本的拿出来 然后麦卡锡的签名 是否在那个中文版本拿出来 这个谣言就可以不公自破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一堆人啊 都是凭着在那想象的时候 而且自以为是 而且我讲的就是更不客气了 蔡英文今天你到了那个地头上 要援引啊这个雷根啊 这个就是说所讲过的话 雷根的啊有个基金会 这个图书馆是基本上是基金会 就是啊 这个President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and Institute 那个是下面的 所以他引用了这句话 这句话呢是放在那边 讲的是1987年啊 7月6号 他跟了所谓的国际共济会 这个就是 Pivanis 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 Pivanis International是一个国际共济会 是一个蛮有 像胡云社啊 狮子会员一样 蛮有去声明的一个国际性的 这是社团 那他用了这上面啊 就隐聚了这句话 这句话啊 其实是啊就是说 我想 讲南京也是一个简化整理过的版本 那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啊 这个总统的幕僚啊不是说 然后捡到那个蔡兰就是这个就是蔡 我们今天看到说他讲了一句啊 这么迷迷的去感觉心有七七烟 对不对 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 这句话你假如啊 他这个就在这个网页下面啊 有一个可以下载全文 你去下载全文就发现啊 那个就是啊 在那个叫做freedom的前面啊 加了一个because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就是对于前面所描述 事与事务的一个补述的语言 但是呢 这个相似的话啊 就是说雷根啊 总统 我讲穿的 帮雷根写讲稿的人啊 也是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蛮审视的 雷根从1964年的时候啊 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当加州州长啊 嗯 他在啊 所谓共和党的全国大会的时候 就讲过啊 类似的话 那个话啊 讲完了改了1967年啊 1月啊 这个7号 他就任啊 这个首任就任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呃 这个加州州长的时候 旧时的晚会又讲了这句话 嗯 然后后来再继续啊 在啊 国际共计会也讲了这句话 嗯 这个话啊 原先后后有三个版本 所以啊 19 这是呢 现在看的是1964年最早的一个版本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啊 在不同的语境之中 他中间啊 有插了很多的 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个形容词 你也要知道他的前沿跟后语啊 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就发现就是说 你今天要去引注他的词 你不是到人家啊 就是这个雷根啊 这个基金会这个网站上面去啊 一看啊 哎 这就很好 就把他抓下来 你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领导人 总是要知道人家是前沿 与后语是什么 也知道他在不同的东西 今天早上我稍微啊就是做做功课 因为啊这个话我以前在啊 这个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引用过 那时候就知道他有好几个版本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版本 他所提到那这个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为自由奋斗 不会随着血液而留下到后代的资争 他其中有这句话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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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讲说他中间有插入这句话 这个前言后语 所以我们就讲说你今天要引述的话 你总是要搞清楚不同的版本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就讲啊 就是这个整个幕僚的作业是很啊 插进了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到了那边的也是让人家就是摆布 因为这上面讲了说是 President of Taiwan 你要知道 就是说当初李登辉第一次 然后去出访新加坡的时候 那个新加坡就有技巧 他这个因为那时候的新加坡 跟我没有邦交 但是关系又非常好 他就说President from Taiwan 对不对 从台湾来的总统 那这些啊就一切啊 新造孤学 这就是外交啊 这个水准高跟低 你这个President of Taiwan 是第一完全是不合我们的这边 对不对 第二你这个讲呢 也是要表示你没有尝试 你知道对不对 你讲President from Taiwan 那表示没有问题 你知道President of Taiwan 是你在啊 这个创造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表示你是个外行 所以我就讲麦卡锡了 你知道他外行的程度跟什么呢 今天啊 这个所有之中啊 最要引人注目 麦卡锡啊 最引人注目就是啊 他跟蔡英文的总统见面的时候 那脚上的袜子跟皮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去这几年 你可以请啊 这个他们赶快要收一下 可以把这个有名的 那个黄色的皮鞋 跟那个花色的那个横的 那个袜子出来 我这个就是说那个前几年 前几天啊 这个就是说那个有个美国海军的上将来了之后 当然是又是来卖东西 这个东西 他穿的袜子也是啊 变成吸引全体的目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美国人呢 见了蔡英文总统 都喜欢穿一个花袜子 而且喜欢穿一个很奇怪的便鞋 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鞋你看到没有 这个鞋啊 这个环节叫张静老师教你穿搭 配穿搭 这个鞋啊 就叫做什么 叫做你上身见得了人 下身见不得了人 我跟你打个比喻 这个穿的啊 就让我自己偶尔也这样拉他 也这样穿 今天张老师啊 这个也啊 在早上接受媒体的参访 这人家及时来了 我急急忙忙上身一套 底下穿个拖鞋就跑去 这个参加就是说受罚 你知道吧那个样子看起来 就是瞅太毕了 所以也 你只能看上半身 不能看下半身 这个是主持人的必备修养 就是上面OK 下面不能站起来 哈哈 有钱这之间 哦 难道吴老师这个下半身也不能 现在不能起立 哈哈哈 OK 张老师我其实在中间咱们聊到这里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 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不管我们是不是认可 它是一个很正规的所谓的联合声明 有没有数 大家想到的都是麦卡锡说出来这样的表述 包括未来想要继续持续军售台湾 加强贸易技术的合作 它会引发的反响到底有多大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觉得麦卡锡的这一个表态 不管是不是联合蔡英文统一一致的一个意思 它能够引发的波澜到底会有多少 这也其实是这两天大家对于台海局是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 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动向 包括山东号对吧 这个这个航舰编队穿越了巴士海峡 再包括我们看到启动的中国政府启动的联合巡航巡查的专项行动 昨天张老师跟我说说到这个联合的巡航活动的时候 我要狠批他 我今天就想请教一下张老师 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看到现在的局势一些了 我想应该这样讲了 就是说我们独阵任何东西啊 应该很小心啊 去啊就是理解这些所有事物的来龙去脉 所谓这个联合巡航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在台湾啊 这个北部海域啊这群啊 第一它发出来是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啊 这个福建海市的微信公众啊 嗯 它甚至连呢 你现在去查这个就是说福建的海市局啊 它这个网站上都没有 我们可以调出联合巡航的那一张图就是底下 上面有标题底下是两张图拼起来的那一幅 对而且那张地图还有人扩大解释 说是啊要变成这个实质共治台海 那张图说啊这个他发现了那边有划几条线 距离台湾都会按这个五十例什么 你去看看那张图是不是老早在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啊 就是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有出现 但是在中国大陆啊 画上面这两条线根本就出现在很多的不同图 也不是啊今天 然后说要把它内海化 那更是外号 为什么呢 因为联合国海洋公约里头只有内水没有内海 也不知道当初怎么冒出来内海这个名词 这些都是美国一些智库 一直在宣称中国大陆要将啊 台湾啊海峡变成内海 问题是第一 那个国际法律之中没有内海这个名词 只有内水这个名词 第二要是内水的话 他有划射领海的基建 现在两岸各自在划射自己的领海的基建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中有很多 大家啊就是说 这个好像跟着感觉手 这个说是风就是雨你知道 然后呢这个就是说 现在呢你今天他到底啊 这些是执法的行动是如何 你又把它扩大了上纲解释 说是他是啊未来可能军事动恶之间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序曲 那更离谱的呢 就是啊这个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这是20号的时候啊 这个海南的海事局啊 说是有个军事的操演 他总共要操28天 他画了这么一个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是在啊这个就是那个挨州湾 那也就是港口叫港口港 这个挨州湾呢 就是基本上来讲 人家就说你把你放逐到海南 到了最后就到挨州嘛 这个地方看这个地域的这个大小 而且来他最重要是 你今天画了一个这个军事基地 28天不让船进去 那究竟他是在做什么 你要看他那个 而且他有没有去发布了这个叫做 飞行这个安全管制 飞安通报 就不准那个民航机进去 答案是没有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今天画了这个区域呢 第一他很小 第二呢 他呢这个没有啊飞安的通报 假如今天有设计的科目 必然会发飞安通报 因为他怕不小心 把天上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对不对 那会呢 禁止人家飞机要飞去 假如今天有啊真正的战机 跟啊水面呢 在做这个香菇啊 应对的这些啊 就是说操演 对不对 那呢可能呢 也要发飞安通报 这样管制公寓 但是他没有发 所以没有射击 没有飞行科目 然后呢 究竟有什么科目 你去看看那个水深呢 也不像浅间要做科目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啊 大概也就是一些水面舰 或者说在测试 甚至比较可能是水雷 放水雷或者潜水的 这个就是说就是潜水 因为潜水是漫工出气活 一个人潜下去再起来 他这个就是说每天那个潜的次数是有限的 所以他都是你要往这个地方去着想 但是我们在台湾就有一个名嘴说 这就是冲着蔡英文出访而来 蔡英文呢 这个就是总统出访的时候 这个就是29号 马前总统出访的时间是27号 所以这个操演这38天 是冲着这个就是蔡英文来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稍微扯的远一点 所以你要想到 今天假如说没有那个通报 在台湾对于这个八丈远的海南岛 会不会有感啊 他跟那个上次Nancy Pelosi来 然后画了几个事就是操演区 然后呢就是这个基本上 逼近啊 所有相对的海空啊 对外的航道 然后还打了这个导弹 这个完全呢是不同的规格嘛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牵扯 就是扯在一起 我认为这个事应该要去理解了 但是总而言之 我还是要回头来讲 就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啊 对于台湾三大发言系统啊 都已经开口讲话了 国台办这个外交部 还有啊这个就是解放军的军事发言人 但是就目前来看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再搞 大规模军演的机遇很低 为什么呢 这个叫做我 这个当然张铁嘴也可能啊 会啊马前尸体啊这个摔跤 但是我就目前来看 我认为采取军事啊 就是说行动的啊 这些是第一就是无论是菜或者说是马 回去啊 因为马没有离开之前 不可能会搞这种大动作 两个人都回来的时间呢 基本上都是4月7号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在那个之前就是啊 直接宣布 因为上一次啊 是直接就宣布了军演 不是说先发这么一个 先发这个坚决反击 基本上来讲 就这个事情大概就到此为止 因为为什么 因为真正他对上的是美国 他不会啊 找台湾来 这边啊 就是说再另外做动作 另外一个呢 他也在观察 光就是一个啊 就是说拍个海警 海事局海警的巡航 台湾就这个沸沸扬扬 在那边啊讨论你知道 所以我今天讲一件事情 就是无论大陆要采取什么动作 他要让台湾有感 但是他最糟糕的情形呢 就是上一次 上次Nancy Pelosi啊 这样来这么大的动作 这个台湾呢 这个还是不太买账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天股市大涨300点 对不对 万一今天再次弄了 这样大规模的盛涨 就第二天台湾股市大涨500点 你想想看 那个到底是 就是说就会让这个 就是这个北京啊 到底要不要用军事施压 感到进退两难 95年跟96年啊 这个两次演习啊 那几发导弹啊 那威力啊强的不得了 一打台湾的股市 全部跌平板 你知道 那个一次跌了400多点 一次跌了600多点 那真是大家啊 这个依偏爱好啊 损失惨重 而那一次的那个强度 跟Nancy Pelosi而言来讲 那根本啊差的更远了 对不对 您说到五感的这个事儿 我其实也特别的好奇 因为我在雅虎上看到了一项投票 这项投票我们可以大概的来看一下 它的内容啊 差不多是55岁以上的男性参与的比例会比较大 问了几个问题 比方说有没有注意出访蔡英文的 蔡英文出访的消息 居然占到40.4%是完全不关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认为这一个行程会不会对于台美关系有帮助 完全没帮助超过了半数 那么对于啊这个 呃 两岸之间的关系会带来冲击吗 一定会达到44.2% 然后我们刚刚说过了他覆盖的这个年龄 不确定这个严密关注啊那是更是我们这边啊 这个就是国家通讯社中央社作假 那天啊他先发布了一个是在晚上9点多钟 就讲说是Politico就4月1号 Politico美国的一个政治网站叫做这个政治的那个电子媒体叫Politico 我们可以把对比的图也找出来让大家边看边听的 就是那个叫做那个这个已经啊麦卡锡办公室啊 证实他要做这个 嗯 结果呢10点多钟的时候台湾啊这边有媒体啊是大报 联合报立刻拿起来啊 就把他这个其中内容就在做 他的前半段跟他是一样 后面就加了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 可是你回头去查那个Politico呢 你知道网站呢 你就查不到那个印太司令部提升戒备 嗯 结果呢这个9点钟发的这个新闻 10点钟啊联合报跟进就加了这个 你看到原本的被人留下 美媒美美这个众议院麦卡锡 4月5号将在加州恢复蔡英文 对不对 然后后面有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 你知道哦 这里头啊 这个这个马上联合报就来了 就把他这里啊加了一个 所以第二天他马上就改了 这个是改过的 你知道他立刻在10点钟改 改了之后你看到我前面上面那个一个箭头啊 然后打个问号 他就把那个Politico网在那个就被删掉了 就删掉了就是啊 他就不交代就从哪边而来了 你知道这个就是啊 这个媒体啊 这个做事啊实在是不在光明磊落 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啊 要是我是他们老板 我觉得这个真是有人要该打屁股 哈哈哈 您是严谨派的啊 不不不不不不 有一个用词是用的非常之烂 这个中央社基本上来讲以前啊是就吃国家饭的 他算是国家的新闻通讯社 你看到他那个名词啊 看在最后一行啊 有两个字我把它圈起来叫做当局 嗯 有没有看到 嗯有看到 因为有圈起来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下 稍等一下啊 嗯 这个在最下面一个圈 那不是有当局吗 对不对 对不起啊 这个当局啊 基本上来讲是一个 这个不带礼貌的贬义支持 这个中国大陆啊 跟我们啊 就是说台北跟北京啊 相互在政治上有矛盾 也相互啊不去啊这个承认 对不对 所以大陆呢 从来不称我们叫做什么政府 蔡政府啊什么东西 对不对 国防部长他也不叫 他叫做这个防务部门啊 这个负责人 外事部门负责人 对不对 然后动不动就叫蔡当局 不是觉得这个中央社啊 已经啊真的是被新华社 大概还是被北京洗脑了 你知道吗 还是被我抓到啊 里头啊非常渗透 我居然要称自己为当局 你没有发现啊 不能称那个拜登为当局 哎对不起 那个我们称拜登为这个当局 而不是用拜登政府 这个是很怪异的用法 嗯对不对 是 所以我就讲说 从前面啊 我们有过媒体人 硬是将海南岛的联系 这个演习啊联在一起 然后再在这边造谣又说印太啊 提高戒备 对不对 有这个事吗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都在藏 印太戒备 那个对不起 他们真是我们中央社真是啊 这印太司令部啊 这个就是说他那个间谍啊 往印要到啊 夏威夷 你知道这个是他们肚子里的回仇 居然知道他那边啊去戒备 嗯 我们今天啊在这边啊 我们的媒体啊 全部都已经习惯 称啊台湾跟啊 菲律宾之间啊 称为巴士海峡 嗯 这是错的 他整个 实际上是三个海峡 巴士海峡 巴黎塔海峡 跟巴黎塔海峡 三个海峡 三个海峡 合在一起啊 称为啊 叫做旅宋海峡 所以技术上来讲呢 真正的主航道啊 而且最宽的是巴黎塔海峡 嗯 巴黎塔海峡是相对啊 流速较近 而且离台湾啊最近 嗯 那个啊 就是说巴黎塔海峡 在上面开什么船啊 你根本就不用开船 你就根本不用出 没有 你在陆地上啊 拿望眼镜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南台湾肯丁啊 就是这个就是旅游的胜地 那要是吴老师将来有机会来台湾啊 这边观光 这肯丁老师啊 真的是啊 非去无可 嗯 嗯 真的啊 很有这个就热带 这个不比夏威夷差 消费呢 又是相对的便宜 你知道 您这是有多少人种了草啊 听到这很多人都是身未动心一远 是吧 没有没有 那肯丁肯丁真的是 是在南台湾是真的 就是说很很很 这个是受欢迎的观光的 而且热带风景非常的好 嗯 当然就是说这个我认为 假如说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再改进 终有一天也会被三亚改上 甚至现在很多地方都未见的能够 跟那个就是和三亚这些去匹敌了 嗯 那就是说大家各有这个所长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巴士海峡 你站在了这个岸边 你可以看到 所以山东界呢 基本上来讲不会走到那么近 所以我还是要讲说他是穿越了吕宋海峡 至于吕宋海峡 吕宋海峡 吕宋海峡哪里呢 我认为巴尼塔海峡是最可能 因为他的航道最宽 因为他不是只有一艘船要走啊 不是一艘舰艇这个山东舰 他还有啊 就是他的普及舰 还有护卫舰什么的一整个 编队要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把它去讲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讲 就是中国大陆会采取什么样反应 第一则就是压在这个台湾人 这个就是心头的这个一个石头 对不对 我觉得您刚才讲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边为什么不感冒 我觉得 这是能反映实情的一个调查吗 因为我看参与的人数蛮高的 不是 那个不是感冒 为什么不感受 而为什么无感受 为什么无感受 对感冒是一定是负面的 但是呢 有负面有正面 表示还有人关心 这个会感冒 还不可怕 而是无感受 更可怕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 万一你这边写这个 我其实我每次听到岛内 我都觉得我非常不太喜欢 这个听的名字 但是呢 岛内并不感冒 跟岛内啊 并无感受 哦 那个差别很大 你要知道 那个病无感受 那个比 那个不感冒 更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呢 无动于衷了 嗯 对 因为你有正面 就是说有包 有扁 有加分 有减分 也就好了 而是呢 现在啊 这个没有感受的缘故是什么呢 是 你假如预期的事情 跟你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 落差很大 嗯 你就会有感 假如老早就料到 也不过如此而言 你就会无感受 所以今天啊 就是说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境之中 我们之前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拜登政府有意要再压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啊 我就讲说 蔡英文现在在苦吞啊 这个就是这个华府啊 就打压台独思维的下限 也就是说他到底可以压到什么样的地步 那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国会是独立于啊 美国行政当局之外 所以啊 这个就是说 那个麦卡锡呢 他要怎么做呢 这个拜登政府呢 他是另外一个党 他也确实比较没有皮条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言啊 就是拜登啊 为什么就断言啊 就是北京对于这个事情啊 反应不会像上次佩洛西那么强 因为佩洛西拜登是同个党 你自己同一个党 你还搞不定他 这是北京不能接受 但是呢 现在摆明了 就是说明年是到大选年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共和党要造势 这个民主党要生存 对不对 两边啊 互相的角力 所以呢 这个麦卡锡利用这个事情呢 好好了啊 去在那边炒作 你知道这个事啊 可以想当然 我觉得北京啊 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他反应的强度 是根据啊 就是说你他到底 因为他真正打打关系的 或者要去往来的 是叫做拜登政府的行政体系 所以呢 他万一真是啊 就是说这个能做的 他能够做的什么呢 就是说他立个法案 他也不能完全就是 他一个人主导算 还是要几百个 就是说众议院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他的影响的也就是众议院 所以换言之 这次他所见到只是半个国会 有没有参议员 答案是没有参议员 对不对 所以我再讲一遍 说今天有没有见到了 所有整个国会的全部 没有他见到半个国会 对不对 你去看那个名单之后 没有任何的参议员 甚至连共和党的参议员 都不愿意去这个参这么一康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讲说 你今天要从这整个结构上去看 所以他说我们 我们至少在台湾社会预期 他会碰到什么待遇 事实上跟我们所预料的所差有限 可是呢 我把英九去访问呢 就是叫做北京 台湾这边呢 这个跟他实际所受的待遇 跟他所碰到的事情 整个的落差是相当相当大 台湾有几个 这个就是4月7号就知道 4月7号11点钟 看他有没有在台北市议会去搭车 因为那几个独派的教授讲 假如你在那边把中华民国讲出来 那我就去给你去接机如何如何 这个说嘴的要打嘴 你知道 见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要到几时了 不是 他不但讲一遍 还讲东讲的人 讲了多少回 这就是我在讲 说马英九在测试 就是说北京去 这个接纳中华民国论述的上限 但是这几个巴掌 可是马达的这几个独派 叫做蓝地找样 那他会不会去 他去接又代表什么 这些 重要 重要是在于说 台湾乡亲所预期啊 会发生的事情 跟他实际上所谓发生的 有一个相当相当高的待遇 明白 就是那是真的 你去看一看刚的这个 刚那个椅像 宋涛跟马英九 两个人在那边坐的时候 那对不对 相对而说 你去看一看宋涛 连那个背的椅背啊 他都没靠 你知道 你看那 那马英九是渴的 椅背靠的牢牢的 你回头看看宋涛 宋涛是倾身向前 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就表示啊 莱克势理 你看到没有 这个做的姿势 就是往前 莱克势理 所以在这个情形啊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知道 所以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想还是要这个 就是要提醒 就台湾的社会 对于这个之间 有相对之间的这个差别 这个还是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所预期的 跟我们实际上所遇到的 这两点的差别的待遇 这就是说会影响到 我们真正 这种后续的发展跟感受 所以我为什么想说 北京它会不会就是很强烈的 在重演这个Nancy Pelosi 那个状况 我认为整个时空的条件 是有所差别 另外一点 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就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明显的北京 是希望要调整两岸之间的关系 你希望不要 是 就走向这个美国 敲锣打鼓说 他必然要打起仗来什么 意思就是说 这个应该讲的 这个好听一点 就是给这个和平 还是给了和平一点空间 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就是说 应该要去这个思考 跟了理解这个 对不对 两岸之间有没有和平的机会 我想永远要有 要不要认真去做 要去做 有没有政治矛盾 我相信我们大家各有立场 要去坚持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很多事情 你与其去虚幻的追求 要去跟高大上交朋友 然后牺牲掉这个就是说 这个现在有的邦交口关系 这是一个不自的选择了 你知道台湾要是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在这边啊 这个中华民国能够撑得下去啊 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 未来发展 也有他这个重要的意涵 所以假如说 我们要是真的一文不词 那早就也被消灭掉了吧 对不对 那问题是我们也有 存在的价值 那你如何能够增加存在的价值 你去依附啊 美国去讲那个民主自由 那个什么东西 你去看看伊拉克 跟这个叫做阿富汗那个情形 最后我还是啊 在我们今天要谈谈这个 就是去美元化之前啊 我要还是提醒一下 纽约时报讲说啊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啊 这个解放军啊 跟北京啊高层 在积极的研究 这会影响他啊 就是说对台啊 这个动武的决心啊 如何如何 我说啊 我说你们真的搞错了 你知道 这个北京啊 最应该记取的教训啊 是你们灰头土脸的 这不是当初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那么高调 杀入了阿富汗跟伊拉克 搞了20年 最后灰头土脸 夹着尾巴啊 离开 你知道俄乌战争都还没打完 都还为盖棺呢 盖棺论地 他怎么会从中间取得教训 但是呢 你从越南的挫败 或者伊拉克跟阿富汗 那是铁针针的事实 你问的是北京 今天要是研究军事 他应该要去取经 去取得教训是什么 当然是从你美国人的挫败嘛 我讲完之后 有美国人闹去 这个我的美国朋友 血压又升高了 你知道 是 刚才张老师已经做预告了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去美元化 这也是在3月底开始的 一系列的新闻和消息 我们说去美元化 这是一个老话题 但是最近一系列新闻的动态 似乎已经逐步形成了几股力量 五股力量 四股力量 在针对着去美元化进程的一个推进 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 这个时间的节点呢 张建老师 您觉得这里面哪一只 最有可能是那个 我都不能说是黑马了 将会是推进了整个去美元化的进程 独树一只 我想啊 嗯 我今天要讲这些啊 必然有很多大陆的朋友感到喜 嗯 张建老师的声音突然听不到了啊 喂 好 OK 我想啊 我今天讲的这些问题 很多大陆的朋友听了 可能会有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 与其啊 天天给自己啊 厉害了我的火 或者给自己灌点啊 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发展的啊 这个趋势 我觉得这个啊 反而是最重要 嗯 因为有很多事情 大家会超乎大家的预期 就正如西方当年没有办法预估到大陆经济发展 会到这种的势头 这也是让西方啊大掉眼镜 嗯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他很多啊 就是说预估认为啊 就是说当中国大陆啊 就是说整个经济啊 就是说改善之后 他会完全啊追求西方价值 这也是一个错估 嗯 那我在想啊 就是美国之所以美元化 它往这个走落 有三个原因 就是呃 第一个美元到现在全世界 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 这个就是外贸之中 仍然还是使用美元啊 来结算 然后呢 来啊 就是说来这个支付啊 这些以本源 那作为一个国际的货币 他要能够作为能够交易的货币 能够做计价的参考的货币 同时能够啊 放在人家的金库里 当做能够储备的货币 这三点而言的话 美元啊 有各有啊不同的 就是说百分比 嗯 但是呢 有三个原因 他之所以啊 在未来的前景啊 看起来是不太好 第一个呢 就是你有这个强势的货 不是你能够有这个货币的地位 你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啊 再去支撑他 美国呢 整体的经济的百分比啊 是啊 这个在整体的百分比啊 是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的成长 赶不上其他人成长的快速 也就是说 他跟大家要是手拉手 骑不走 人家永远赶不上他 但是他走的 但别人走的快 所以相对呢 他就是感觉上 他好像开始慢慢往下降 其实他不是往下降 是他走的没有人快 所以他占的百分比 越来越往下锁 这个是啊 重要的原因 你没有强大的经济体 你就撑不起啊 美元啊 他那种 因为他是个地位 也是个特权 因为你有这个特权 你要占的太多的便宜了 啊 第二个就是美元呢 美国呢 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货币 国际货币啊 我刚刚讲的 你能够成为交易的 你能够成为计价的单位 你能够成为人家储备的东西 你就不能把它当做地缘政治中的武器 嗯 美国动不动啊 就是封锁别人 没收别人美元资产 或者去封杀别人 像SWIFT系统 把这个就是俄罗斯赶出去 他就觉得 让大家就觉得说有一天 因为你这个东西要是中立的嘛 对不对 你是国际国际 你中立 你要是变成美国的 这个地 搞地缘政治的这个工具的话 人家就不信任你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 是美国自己搞坏的 另外呢 美国呢很多的金融的操作手法 尤其是增息降息 这些整个东西 这个让大家觉得 美国就是以零为祸 然后猛割别人韭菜 这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火的地方 所以久而久之觉得 美元这个不靠 美国的政策不牢靠 所以还是 我是不是换成其他的货币 比较能够保持 我觉得这是人性心理 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要知道 新型的货币以及新型的支付手段 不断的就是更新 大家可以预见未来啊 就是说万一变成所谓的数位化的货币 也就是现在啊 人民币不断的希望啊 在那边充 希望首先啊 变成数位化的就是人民币 你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很多呢 大家逐渐放弃美元的 他也就是为这个在做准备 也就是说有一天 这样子的去啊 这个转换之中 就不需要再用美元来当中计 所以拿这三个 这个是说角度来切入啊 这个去美元化是啊 可能是 就是说他是一个往那边啊 走的方向 有没有可能回头 我认为几率啊恐怕是 这很难 除非真的是有很大的剧烈的变化 否则长期投资啊是这样 但会不会很快呢 我认为大家也不要觉得啊 是啊就是这个 就是认为他一定会很快 因为啊 这个美国的底子还是很厚 他虽然啊 看起来啊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在消息面上 看起来啊就是很差 但基本他呢 他能够稳住多久 我认为这有啊 真正大家继续深入啊 研究的空间 但是我现在在讲的话 可能就是有些人要不太高兴了 就美元今天往下走的话呢 这个能够取代他的 是啊 很多人呢 尤其是大陆的朋友 都认为是人民币 我认为这个要 大家要保留一点 第一人民币去追求国际化 这是啊这个既定的政策 他在交易之中都有展望 他在啊作为计价的啊 这个参考单位到目前为止啊 事实上啊 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成就 最后来去当别人的储备而言的话 对于啊整体啊成就是说提升人民币啊 在国际化的成为国际的货币市场的这个地位之中呢 帮助呢也设成熟有限 因为呢你能够去啊这个就是说 当做储备的货币人民币自己的价位一定要稳住 否则的话人家也很快会放弃你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就除备人民币啊来计价的资产 或者就来取代美元资产 这是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 有哪一个啊就是说 就是货币到现在为止 其实就已经是跨越很多国家 而且非常的国际化的那个叫欧元 所以呢万一美元将他的所占的百分比 给让出的时候 能够趁虚而入 立刻这攻城掠地啊 站住这个地盘的欧元的态势 很可能会比人民币更好 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啊 虽然可以带着期待 但是也要知道天下没有 一二三不肥四五六通吃的好事 你为了能够达到这个样子 你必然还要付出代价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要羡慕美国动不动啊 其他国家要是猛硬钞票 照他那个QE的那样子去猛硬钞票 早就垮台了对不对 早就通往通告 那他当然因为有这个美元这个地位 这几乎就是个特权 所以他在那边可以猛搁这个印钞票 去搁别人的韭菜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能够达到那个地位 你也要有那个底子 所以与其啊好像说是在那边啊 就是这个只想到他的利点 但没有想到他的弊点 跟必须要付出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还是要 就是说仔细去思考 认为啊他未来的走势就是 这个怎么样 今天啊 这个拉拉扎扎啊 这个讲到这么多 我呢这个我们录播啊 这个就是时间呢也差不多快到 我还是要在这边啊 在这个就是吴老师总结之前 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大家得天独厚啊 纽西兰的朋友 你今天啊在世界的抑郁 然后呢有这个战乱啊 没有去波及 这是难得的幸运 但是呢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啊 跟纷争 而且大家能够努力工作 而且能够创造啊 就是多交朋友能够创造环境 我认为基本上纽西兰政府 还是啊脑袋很清楚的 没有啊去啊 随便去啊乱压宝回去啊 绞入人家的纷争 这个是啊好的态度 但是呢大家啊 这个伸斗小咪 也就希望日子过得好一点吧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吃的好一点 穿的好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生活很安定 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希望的期盼 所以人家讲说 有人在那边讲了一句话 说美国啊一直在贩卖战争 而不是啊就要追究和平 我认为假如真的无论谁要真正是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追求和平是必然要的 非常感谢张俊老师啊 今天很精彩 我们聊到了很多的方面 当然本来还想再聊一聊 这个乌克兰的债务危机的啊 这个战争欠下的钱 到底能不能还 没关系 这件事情我们还有的观望的 没什么可总结的了 但是我想跟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朋友 包括在YouTube上的朋友 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YouTube上的朋友 直接来互动 但是张老师有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小彩蛋 这个小彩蛋 直接在片尾的时候 送给大家 祝大家周末快乐 但是别忘了 一定要一键三连 是不是 张老师也帮我们一起呼吁一下啊 更多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 锁定着敬业军居处 祝大家整个复活节可以平安顺随 同时有一个好的周末 别忘了每一个周五我们都会在敬业军居处和您不见不散 记得看彩蛋哦 谢谢张静老师 张静老师再见 谢谢 好的也要跟大家来说啊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彩蛋时间到了哦 周末快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来介绍 这是多肉植物 而我是多肉动物